還有一個就是說 類似像什麼外匯資料 像一個表格還蠻常見 不管任何銀行其實都會有外匯啦 如果你想要去爬很多銀行的外匯回來 做比較分析的話 以往當然就Ctrl-C,Ctrl-V慢慢來 但我是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你幫他寫一個程式 資料就直接分別給他很多的連結 然後一鍵齊就可以執行的話 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抓回來 直接抓到eSale吧 然後你再去比較分析一下 再排序一下 結合就出來了 OK 你就不用再像以前花很多力氣 不過前提就是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把那個規則建立好 然後讓他程式能夠順利run出來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是蠻有意思的 只是說你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你花這個時間 是蠻值得投資的一件事 因為現在很多投資工具 其實都已經全部都不是人在職 都是程式在執行的 連交易都自動交易了 OK 所以其實也都不需要 只是說背後需要很多工程師 是把一個演算法給建立起來 OK 然後他自動就可以完成很多的交易 我們舉台銀網站好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22頁 以這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資料抓下來 當然最好是最後可以把這個資料 直接就把它放到 這個eSale裡面的話 這樣更好 OK 那只是說 而且裡面還有圖 所以如果將來你甚至要把圖都抓下來的話 其實也是OK的 只是說如果假設你不會抓圖的話 我其實後面有一個範例是抓圖的 這個抓圖的延伸的話是0609這個 這個0609主要是延伸哪一個 延伸那個TQC Plus這一題 前面不是我們有一個 TQC Plus官網的一個練習對不對 那這個練習的話呢 我是找了這個TQC Plus上面的這個 TQC Plus官網這邊 這個連結 那這個網站裡面的話 剛好我看了這個網站裡面 其實有一個叫做 我看認證 認證是什麼 認證效益 這邊有一個叫考生見證 考生見證裡面的話有沒有發現 它裡面的話總共有六個配局 每一個配局就是這麼 總共幾張圖 一、二、三、四、十二張嘛 所以總共的話 我看一下這個也是十二張 這個比較少 反正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寫一個程式 它可以自動幫我把這些圖 自動幫我下載存檔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其實這個主要是這個網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0609這邊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回去試試看 其實也不難 首先的話這個網址在這邊 就是這一頁 當然我們是也先不要太大 假如我只希望先抓一頁就好了 有沒有一頁可以抓得到 其實其他頁 從網頁裡面應該可以看到一個規則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地方上面有個什麼呢 叫做P等於1有沒有 如果你要等於2的話 應該點下去看一下 有沒有P就等於2 所以將來你只要把這個網址 UIL上面去修改一下 如果六頁的話你就跑個回圈 有沒有它就自動1跑下來 把它存完2 OK 所以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我印象中這個蠻簡不難 基本上一樣是找到什麼 找到你要的那個東西 然後呢 第一個當然找DIV 所以我記得好像我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這一頁有沒有 這一整個DIV在哪裡 這個外面一定會有DIV 所以按右鍵檢查一下 檢查之後的話 我可以得到一個答案就是說 我的那個框框一整個 它的類別應該是這一個 這個的名稱在這裡 那我把這個KS名稱 也用剛剛一樣 SP.5 然後找到這個 程式裡面這個名稱給它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產生一個SP1 我要把裡面所有的圖 圖檔喔 圖檔的路徑 其實路徑指的是圖檔的檔名 檔名的話 之前有講過嗎 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一定是在這個DIV裡面 有一個叫image的吧 就是IMG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再找一下 裡面一定會有一個image 一個IMG 這個是文字 這個是超連結 應該這個吧 這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叫IMG的一個圖檔 那我只要把這個圖檔的路徑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 前面有一個叫 Find O裡面的IMG 指的是圖檔的路徑 那路徑怎麼取得呢 用它一個屬性叫SRC 所以我取得SRC之後 那最後的話呢 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存檔 存檔這三行應該各位 比較不陌生 可是喔 我們之前存的是文字檔 那你說老師 那個圖檔的話怎麼辦 其實喔 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名稱是.jpg 那之前的話我們是 還記得吧 我們後面的參數是用什麼 用w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存成圖檔的話 用什麼呢 很簡單 差別在這裡 wb b的話呢 是Binary Binary是二進位檔 也就是說呢 存檔的時候 幫我把它存成二進位檔 就不是文字喔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存成 一個點綴PG的圖檔 然後呢 再分別把它這個資料 取得的資料 有一個叫 image img.content 把它直接 寫入到這個檔案物件裡面 Close 這樣的話就完成 圖檔的存檔 就這三行喔 其實好像 跟之前那個寫文字檔有點類似 差別就是這個地方 記得喔 改這個 wb 把它放大一下 就這個地方 其他應該都一樣 然後 這個是應該 就我來序一下 把它Ctrl C一下 如果各位要練習的話 可以直接拿那個 0609的第二頁這邊的 Sample Core 我直接Round一下 然後最後的話 我是把它存在哪裡 存在有一個image底下 這個路徑我沒有產生啦 不然我就直接 在我的1疊底下也增加一個這個路徑 1疊底下 我先新增一個目錄好了 這個可能要自己手動啦 如果將來你將來希望 這個自己增加一個目錄的話 那你可能要另外再寫 所以我把它改成叫1疊底下的image 所以我這邊改一下 叫1冊號斜線 所以這個目錄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1冊號兩個斜線 那也就是說呢 我把最後的圖檔 幫我把它放在1疊底下 我新增的這個image室裡面 我看一下 應該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你說要把那個網頁上面的圖檔存下來的話 感覺好像很複雜 其實沒有 其實很多應該大家都看得懂 好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可以這樣run的話 那應該就不難的執行 看有沒有錯誤訊息 跑一下 它等於一張存檔 一張存檔 一張存檔 所以可能會跑得比較久一點吧 我看一下 沒有很快要跑啊 我在這個目錄裡面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圖檔 有了 檢視裡面我把它改成就是超大圖檔 大圖檔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瞬間幫我把這些圖檔通通下載下來了 所以Python其實寫完的程式就這麼幾行 OK 而且原理原則 跟剛剛講的還蠻類似的 第一個的話是先找到那個DIV 因為只有一個啦 所以用Find就可以 然後給它一個Cast名稱 我看一下這個Cast Ctrl11一下 然後我找一下這個剛剛的TQ 這個網頁 這邊的話CtrlF貼一下 然後前面有一個而已 所以前面不用加算 就這一個 不過你會發現說 老師為什麼它這邊Cast名稱後面其實還有 有沒有發現 那其實如果假設 這Cast名稱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你用了這個名稱 那你可以用完整的 我剛剛複製一下 然後可以把它貼過來 就這個名稱 那跟各位講一下 補充一下 就是說那個Cast名稱 如果中間有空白的話是正常的 那這個所謂的空白 那這個所謂的空白 其實它就是 怎麼講 這個名稱的話 其實後面的這個空白後面的這個 就是所謂它的別名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類別名 Cast名稱總共有三個 有沒有 這個是第一個名稱 這個是第二個名稱 這個是第三個名稱 那有的時候我們在抓的時候 如果假設三個一起給它失敗的話 你可以只留下第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我好像把原始碼裡面 第一個留下來 後面兩個可以移掉沒關係 你可以試情況去試試看 然後底下的話就用image 把資料取得並且存檔 OK 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呢 如果你野心比較大的話 甚至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再加一個回圈 有沒有 4i in range 然後range的話這種1到6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包在裡面 我好像後面程式也有把它寫出來吧 出成所有的 OK 這邊底下有啦 有沒有就是 這個就是全部的 那我只是在剛剛的程式基礎之上 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那只是說它的那個 format的部分 就是檔案的規則 或者我把它重新改一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試看 如果假如你的需求 是要爬取網頁上面的圖檔的話 這個其實就還蠻好用的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我看看到 好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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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